在不同的渠道,我聽到不同的意見 特別是有很多人士,整體來說 都對施政報告是有一些正面的看法的 包括我聽到有些居住在劏房戶的一些居民 渴望入住我們的簡約公屋 因為簡約公屋的租金是低廉 並且環境比他們現時居住的情況很多 第二,聽到有些海外的朋友 針對我們引入外地專才入來香港發展 都很有興趣 施政報告的理念是為市民謀幸福 為香港謀發展 我的施政報告是跟團隊、公務員同事一起做 亦都吸納了很多不同人士的意見 很多謝他們 因為我深信是智慧在民間 智慧在業界 無論如何 在施政報告裡面 定下了很多不同領域的政策目標和方向 我強調這份施政報告是市民的施政報告 要全面去落實我們施政報告的所有措施 我是希望大家團結一致 亦都獲得市民的支持 確保我們可以令到香港的發展 和我們的未來是更好的